这节课继续为大家讲解关键针动画,因为关键针真的特别的重要,也非常的实用。 我们来看上节课我们已经讲了路径动画,讲了小球坠落动画。 那这节课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弹动小球动画和变形小球动画。 这节课就为大家讲解这两个动画效果,用关键针来制作。 不要忘了,同学们要和我一起制作哟。 好,现在来看一下动画效果都是怎样的。 前两个是小球弹动动画,后边一个是小球变形动画。 那下边我们直接进入Motion5,开始建立动画效果。 还是一样,我们新建一个群组,然后建立一个圆形。 按着Shift键,拉出一个圆形。 修改圆形颜色。 修改填充。 填充颜色,改成红色。 调整小球位置。 好,小球调整到画面正中央。 接下来,要修改小球的锚点。 这里要为大家讲解的是锚点。 我们把锚点拖拽到小球的最左侧。 然后,我们来为小球建立关键帧。 来看一下锚点是什么。 我们在缩放里边调整小球的关键帧。 然后,现在看到,小球的变形是沿着这个锚点来变形的。 对吗? 我在调动它的X轴的时候,能够看到是以它的最左侧来进行变换的。 我们在这里添加一个关键帧。 然后,向后走10帧。 继续为小球添加关键帧。 我们把小球撑拉的大一点。 好,再向后走5帧。 让小球弹回来。 再向后走。 让小球再弹出去。 再走2帧,让小球再弹回来。 再走2帧,再让小球弹出去。 再走2帧,让小球恢复。 再走2帧,让小球再弹回来。 然后再走2帧,让小球复原到百分之百。 好,直接输入百分之百。 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小球就是沿着它的锚点有一个被撑拉的感觉,对吧? 感觉上还是有一点生硬。 那怎么办呢? 我们来到 关键帧编辑器。 对后边的所有的帧使用渐强渐弱效果。 我们来播放看一下后边的帧。 看似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小球有了一个弹动的过程。 好,我们现在再来放大看一下。 小球的后边貌似没有什么问题了。 小球就已经在弹来弹去了。 这是一个很柔软的小球,对吧? 并且在这里我们可以选择运动模糊。 我们再来播放看一下。 看似小球的运动有了一个真融合或者是模糊的效果。 我不怎么使用这个渲染的效果,运动模糊,我还是关掉它。 我们再来建立第二个效果。 还是一样,重新建立一个组,我们再来画出一个圆形。 修改,填充颜色。 好,调整圆形,位置。 然后编辑球形的锚点,我们这次让小球的锚点在球部的最下方。 好,返回选择变换按钮。 好,我们再来为小球添加关键针。 建立第一针。 向后,向后数一,二,三,四,五。 向后数十针,我们继续建立关键针,让小球被按笔了。 我们继续把这一针压得更扁一点。 然后让这个持续的时间再长一点。 然后再往向后走三针。 然后有一个弹的过程,就是让小球的外轴变长变大。 不要出,不要出了画面。 好,我们再向后走三针。 小球继续被压扁。 再走两针,小球再有一个弹出。 再回两,再走两针,小球再有一个弹动。 再走两针,小球再弹动。 再走两针,继续再压扁。 好,再走两针,继续再做一个循环。 最后一针,小球复原到百分之百。 好,现在我们来到关键针编辑器。 我们对第二针建立一个被塞尔曲线。 我想让小球的运动刚开始是一个特别慢的深拉过程。 第一个点也要是被塞尔曲线。 然后剩下的点都可以使用渐强渐弱。 点错了,使用渐强渐弱。 好,我们关闭关键针编辑器来播放看一下。 看到了,这个时候小球就有了一个猛的按下去, 然后弹起来的弹动效果,对吧? 我们放大看,弹弹弹,弹走于卫温,对吧? 就有了一个小球弹动的效果。 这个就是利用锚点和利用关键针编辑器中的被塞尔曲线来调整小球的弹动效果。 特别是锚点,在以后的制作中很多地方都会使用到锚点的选择。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往后走。 下面建立一个会变形的小球弹跳。 好,我们在这个地方新建一个锯形。 按住Shift键,建立一个正方形。 形状,下面样式填充颜色,继续修改颜色。 好,正方形已经建好了。 这里把正方形拿出来,新建一个群组。 我的电脑卡了。 好,新建了一个群组。 现在对这个小型建立关键针。 我们先来为它建立位置上的关键针。 第一针,向后数十针。 还是十针,向后数十针。 然后建立小球的弱点。 然后再向后走。 八,九,十,十针。 向后走十针,然后让小球弹上去。 然后再向后走。 十针。 让小球最后落下。 好,这是一个弹跳的循环。 我们这里重点讲的是如何建立小球的变换。 我们来到形状。 形状里边有几何形状。 我们看,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圆形也可以打关键针。 好,现在我们就要对这个矩形打一个圆形的关键针。 我们来调整一下,看看这个数值变化,正方形会有什么变化。 能够看到正方形是由正方形变成了一个圆形,就是圆形数值的变化效果。 好,我们现在来到小球弱点的这一针。 先为正方形建立一个关键针。 它的圆形只是0。 好,然后小球弹跳,升到最高处。 我们再为它添加一个关键针,数值是50。 好,继续向后走。 在它的弱点,再把圆形改变为0。 此时我们来播放看一下。 看到了,巨型就有了一个弹跳上升并且发生了形状上变化的过程。 我们放大看一下。 看到了,小球在上升或下降的过程中变成了一个。 巨型在上升或者下降的过程中变成了一个圆形。 好,我们继续回到关键针编辑器。 对最高点的位置和圆形的关键针进行编辑。 同样选择BACR曲线。 好,放的大一些更容易调整。 好,我们拖拽这个BACR曲线的两端。 下面选择圆形对这个BACR曲线进行调节。 好,同样要对小球落下的位置进行BACR曲线的调节。 我们播放看一下。 那现在看到了,这个效果还是很舒服的。 小球落下,然后方块正方形落下,然后变成一个小球再落下。 就是这个效果。 我们放大看一下。 小球落下。 正方形落下,弹上去,变成小球,再变成正方形落下。 好,这节课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希望大家在课下的时间里多做练习。 我也为大家提供了我的原始文件和生成的完成文件。 完成文件是一段影片。 希望大家在这节关键针的课程中学习到了很多的知识。 好,我们下节课见。 关键针文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